在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亿的尖交下 教育部举行部长交接典礼 叶俊荣正式就任教育部长 包括总统 包括行政院长 我们要告诉大家 Yes we can 我们有能力做 我们能力做好 叶俊荣表示 来到教育部心情充满期待 他期盼台湾整个教育能在全球竞争 少子化 老年化 以及产业转型的情况下还能胜出 但他明白眼前有两个很重要的关卡 一个就是台大校长临选案 另一个就是十二年国教课纲 能否做好做顺 叶俊荣指出 教育部之前将校长临选案 退回台大补证程序 台大不愿意 而且提起夙愿 但如果双方都要等待司法给最终答案 又旷日费时 台大不能一直呈现校长代理状态 两边过去都是公文往返 没有更积极的讨论 导致没有互信 所以接下来必须要走向咨询 请益沟通之路 我希望注入互信 我希望在这过程当中 带领了我们教育部的同能 跟相关的当事人跟钢事团体 都做 做一些沟通讨论 看问题在哪里 这样才是 有温度的程序 对于师生们关切的十二年国教课纲 叶俊荣强调将会如期上路 我们还是要如期推动 而且要努力推动 而且要请社会各界多支持 让我们能够如期推动 叶俊荣也坦言 自己对国教领域不太懂 但他很有心 他会去努力 未来大家将能听到 他在国教方面的想法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陈国伟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惇 Without słaya 订阅 惋订阅